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长头的初始计量 上节课谈到的是非企业合并方式 对联营企业和营企业投资的初始计量 大家是不是觉得没有那么难啊 因为它的这个原理呢 其实跟资产四兄弟是大同小异的 而我们从这节课开始讲的内容呢 跟企业合并有关 企业合并方式形成的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 我们先铺垫一下企业合并的相关概念 包括企业合并的方式 企业合并的类型等等 那么企业合并的方式有三种 包括控股合并 吸收合并和吸涉合并 这三种合并的方式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几种表达式 比如说A呢 比如说它是主并方 B呢是被并方 那么合并前呢是两个这个会计主题 两个法律主题 那么合并以后呢 它还是两个什么法律主题 也就是说合并完成以后啊 A作为主并方呢 它并没有把B给灭掉 没有把人家的法人资格注销掉 它还在继续的进行 公司的名称也都不变 那么对于被并方来讲 什么发生变化呢 江山一主了 控股股东啊 或者说大老板发生了改变 这叫什么呀 这叫做控股A合并 如果说合并之前是A和B这么两个法人主题 那合并以后呢 说主并方A来了一个悉心大法呀 金融武侠里面的武功 把被并方B给灭掉了 把他的法人资格给注销掉了 就是合并完成以后地球上已经没有B公司了 他的内力现在都加到哪去了 加到A这边了 A把B的资产借过来 把他的负债带过来 壮大自己 所以说合并以后形成的是一个体量A 形象一点吧 体量更大的A 这叫什么 这叫做吸收合并 还有一种呢 叫新设合并或者说创立合并 合并前是AB这么两家公司 A合并以后呢 换了一个新的名字 C公司 那在进行换计处理的时候 对于新设合并没有特殊问题 我们按照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来做就行了 而对于吸收合并呢 原来的CPA教材当中还写 当然考试也不怎么考 后来干脆就把它删掉 因此我们也不用投入过多的精力 所以这里面重点是放在哪啊 落在控股合并啊 站在实物的角度 你说哪种合并方式最常见 显然是控股合并 而且呢 这三种合并方式当中 唯一形成投资与被投资关系的 就是控股合并 那么站在主并方 比如A的这个角度 从B原来的股东手里 收购B公司的股权 取得控制权 这叫通过控股合并的方式 形成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按照我们国家的准则 又把企业合并的类型分成了吗 分为同意控制和 非同意控制 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集团内的合并呢 是同意控制 认为集团外 不同集团之间的合并呢 是非同意控制 那么这两类合并的理念啊 是不一样的 那么站在同意控制的角度 你看站在最终控制方 下边的子子孙孙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合并 他所控制的经济资源 享有的资产 对外承担的债务 有没有发生价值量上的改变 没有 所以准则认为 同意控制 这不是交易 这是什么 这是事项 那么从计量的角度呢 账面加成 就是合并前后 不改变原来资产 负债收入费用的计量 那从会计理论方法的角度 叫权益结合法 那这种方法的原理 我们将来讲企业合并的时候呢 我通过图示 以例子的形式 给大家深入的讲解 这里面先了解一下 而对于非同意控制呢 不同集团之间的市场交易 既然是一种市场交易呀 站在计量的角度 就是什么 公云价值 这是大的理念 大的原则 首先要把它搞清楚 当然 我们这里面呢 不管是同控 还是非同控 都谈到了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一次交易取得控制权 还有一种呢 是通过多次交易分布 取得控制权 来 那咱们教材呢 先写的是空一控制 后写的是非同意控制 但是站在学习和理解的角度 我先给大家讲解 非同意控制 所以第二个大的标题呢 是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再具体点 控股合并 形成的对子公司 长头的出使 计量 我们先来说 一次交易 那他计量的原则 刚刚说过了 公运价值 所以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就是按照合并成本来计量 合并成本就是我们付出对价的公运价值 那我们付出去的这个对价呢 可能是什么呀 可能是货币资金 也可能是非货币性的资产 也可能是发行权益性的证券 也可能是发行债务性的证券 但是都有可能 不管是哪一种证券 计量的原则 是一样的 什么 公运价值 那么对价如果是非货币性资产的话呢 试统销售相当于是把非货币性的资产 比如说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 拿到市场上啊 按照公运价值怎么样 给他卖掉 收了一笔钱 然后再拿这笔钱呢 去收购 子公司 这样的话 那我们付出去的这个对价的公运和账面 之间的差额 要把它通常记住到损益 那这个处理呢 其实它跟我们上节课刚刚讲过的 对联营企业核营企业投资出使计量 是一样一样的呀 接下来是关于合并价差的处理 什么叫合并价差 就是多给钱或少给钱了呗 那多给少给 相对于谁呢 相对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供运价值份额来比较的 如果合并成本 就是我们付出对价的供运价值 比它大 多给钱了 这叫上运 如果说我们付的这个对价合并成本 比它小 少给钱了 这叫什么 这叫负上运 但是大家千千万万要清楚啊 不管是正上运还是负上运 我们在个别报表角度呢 是不做处理的 到这很多同学就卡住了 尤其是学到后边权益法以后 还说那付上运的话不得确认一个营业来收购吗 那是权益法呀 而我们讲到后边的时候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 大家注意 母对子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个别报表的核算方法是什么 个别报表的核算方法是成本法 涉及到我们后边后续计量的一些知识 那么成本法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核算方法 除了追加投资 处置投资以外呢 我们通常是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的 所以即便你是负商欲在个别报表角度呢 我们也不确认营业外收入 那么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如果说多给钱了 就是合并成本超过被购买方可变认净资产 可变认净资产就是不保安商欲的那个净资产 供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我们在合并报表角度要确认商欲 等到将来讲企业合并合并报表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商欲站在实物的这个角度 站在编报表的角度 是通过编制抵消分顾抵出来的 就是把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从贷方给抵掉 把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各个项目 从借方给它抵消掉 如果说我们给钱给多了 会形成一个借方的差额 这个差额就把它寄做什么 就在合并报表角度把它寄做商欲 那么站在个别报表角度呢 这个商欲相当是内涵在长期股权投资成本里面了 那如果是比它少呢 所谓的负商欲 我们在合并报表层面呢 要确认一个营业外收入 其实也是通过长期股权投资 跟所有者权益抵消抵出来的 那么由于给钱给少了 就意味着长期股权投资小于什么样 小于对方所有者权益的份额 因此这个抵消分顾形成的是待方差额 我们是把它寄做营业外收入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合并报表的知识呢 我没有给大家讲的太详细啊 因为这一章呢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个别报表的处理 涉及到合并报表的 我延伸合并报表的一些思想呢 主要是为了辨议大家理解我们个别报表的处理 所以第一轮听课的时候 涉及到合并报表的处理 如果听不懂的话呢 千万不要丧失信息啊 一轮一轮的去磨 尤其是等到将来 我们把合并报表上的内容全都学网了 你就豁然开朗了 接着走 评估法律审计咨询等等 直接相关费用 按照我们现行的准则 不管是同意控制还是非同意控制 只要是跟企业合并有关的 直接相关费用 我们都是通过管理费用 直接进入到当期随意 那么其实好多年前呀 是不一样的 那好多年前非同意控制的 是把这些直接相关费用 进入到厂头的成本 底线购买法的思想 那么同意控制的是既做管理费用 后来解释公告第四号出台以后呢 不管是同意控制还是非同意控制 只要是企业合并的直接相关费用 我们统一既做什么 既做管理费用 那么这个处理是不是就比较特殊啊 因为我们前面讲资产四兄弟伎俩的时候呢 是把直接相关费用 把相关税费作为合理必要支出 进入到该资产的成本了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资产都遵循这条原则 比如说我们在金融工具这张 谈到的供应价值计量变动 记住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科目呢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那么直接相关费用 是不是就直接记住到当期损益了 那么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为了防止影响供应价值变动损益数字的正确性 那么这里边啊 没有记住到资产成本 记住到当期损益的原理 是什么呀 是为了防止影响商业 所以这里面又用到什么了 合并报表的知识 我简单的给大家铺垫一下 编合并报表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头 和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给抵消掉 就做一个对冲 那么这个抵消分路的原理 我会放在企业合并章节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这里边先利用一下它的结论 那么我们资产抵消从贷方 所以说贷一个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头 所有者权益增加在贷方 那减少是不在借方 所以说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呢 我们是从哪一方抵呀 我们是从借方把它抵掉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假定百分之百持股 如果说我们给的这个钱 合并成本 就是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 如果跟什么呀 跟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正好是相当 假定百分之百持股 这个抵消分落实不就抵平了 可辨认净资产 对应的就是所有者权益 一般来讲 但是如果说我们给钱给多了 比如说长头的金额大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金额小 这个分路出现哪方插入 大家都知道 有借比有待借在币乡的 形成了一个借方插入 是吧 那么这个借方的插入 就是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商誉 为什么说臭名昭著 因为资本市场上 前些年经常出现商誉暴雷的事件 以后再给大家延伸 那么这个商誉是在合并报表上这样通过编抵消分路的方式 是确认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说把这些直接相关费用寄住到什么 把它寄住到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里面 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不就进一步加大了长头的初始成本 而子公司的所有者权里面有这笔费用吗 没有 是不是这个分路又进一步的加大它的借方差额 那么借方的这个差额我们刚刚说过了 是把它寄到哪里去 是把它寄住到商誉这里面 如果你这样进行处理的话 是不是就虚增了商誉这个资产 因为商誉的本质 我们在无形资产章节给大家分析过 它是集天时地利人和 众国因素 形成的 使企业具有一种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 我们付给中介机构的这个费用 这是超额收益吗 显然不是啊 所以为了防止虚增资产 虚增个别报表的长途 虚增合并报表的商誉 因为商誉的处理原则 越少越好 为什么 因为它不让贪销 后面我再给大家解释 为了防止虚增资产 所以我们采用的做法 是把直接相关货 直接寄到当企业 损用 接着走 作为对价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 的发行费用 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充减资本攻击 股本 一家 那么作为对价 发行债务性证券的发行费用呢 比如说 我是发行债券 作为对价给被病房的原股东 收购子公司 那么这个发行费用 按照准则和教材的原文啊 是说寄住到负债的初始确认计额 那说到太抽象 咱们具体一点 借点地契 站在作账的角度呢 就是把它寄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这个明细账的借法 分路呢 是带银行存款 借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影响了应付债券的 吸出贪余成本 支付到对价 里边包含的已宣告上未派发的现金股利 大家都知道了 作为买机带旦把它记作什么 应收股利 其实我们在金融工具章节就谈过这个问题 买机带旦 不管你把股权投资债券投资 确认为什么类别的资产 处理原则是一样的 如果是股权投资应收股利 如果是债券投资呢 应收利息 OK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 这个是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一次交易取得控制权 长投的初始计量 它的这个原理 那么到这的话 有同学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说我们支付的这个对价 如果是非货币性的资产 适同销售 相当于把它卖掉 公运和账面之间的差额 记到通常是记住到损益的 那他跟我们前面讲过的 非企业合并方式 也就是对联营企业 合影企业投资的处理是一样的呀 那我问你 你说对联营企业投资 合影企业投资的初始计量 与非同意控制下企业 可能一次交易 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 是完全一样不 不是完全一样 知不知道差在哪里 就根据几秒钟的时间 思考一下 差在哪上 差在这个位置 有两个区别 一个是直接相关费用的处理 如果是对联营企业 合影企业投资 直接相关费用是进到哪去了 是寄入到长头的初始成本了 那么如果是企业合并的 直接相关费用呢 刚刚说过了 为了防止影响商业 是把它寄到管理费用 这是一个区别 其实细心的同学 或者说基础比较好的同学 还能够发现 它还有第二个区别 合并价差 如果是对联营企业 合影企业投资 到合并价差 如果是存在负商业的话 就是给钱给少了 要在个别报表层面 确认已经页外收入 因为对联营企业 合影企业投资 个别报表应用的是权益法 而我们刚刚在这个位置谈过了 合并价差 如果是负商业 如果是对子公司投资的话 个别报表不处理 因为个别报表什么方法 个别报表是成本法 当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我们要把成本法改成权益法 那这个时候就要确认什么 就要确认那个影业外收入了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题 巩固一下 说A公司于2096年的3月底 取得B公司70%的股权 为核实B的资产价值 那A聘请了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 对B的净资产进行了评估 支付的评估费用是300万元 大家都知道 这是企业合并的直接相关费用 把这300万寄到管理费用里边 那么合并当中 A公司支付的有关资产 在购买日的账印价值和供引价值 如下表所示 我们支付的这个资产 其实就是合并所付的币价了 包括土地使用权自用的 大家知不知道自用的土地使用权 在账上叫什么 无形资产 专利权 专利技术 无形资产 还有一个是银行存款 所以我们付出去的资产呢 站在类别的角度呢 有两类 一类是银行存款 货币资金 还有一类是什么 是无形资产 给定了账面价值 又给定了他们各自的供引价值 当然银行存款的账面和它的供引怎么样 是一样的 2400万元 而这两个无形资产呢 那这个账面价值是6000 那这个呢 供引价值是9600 这边呢 账面价值2400 这边供引价值是3000 请问 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合并是 不在一个集团 就是之前没有任何关联方关系 这是属于什么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你说我们算合并成本 算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啊 是取中间这一列 账面价值呢 还是取右边这一列 供引价值 是吧 有概念 取哪一列啊 我们取的是这一列供引价值 所以说合并成本的总和呢 这三个数的合 这是多少 这是15000万元 就是长期 没有特殊的问题啊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了 那我们付的这两个 我们付的这两个无形资产呢 相当于是把它卖掉了呀 因此呢 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要寄到哪里去 要寄入到当期损益 那相当于是把无形资产给卖掉 所产生的利得损失 科目知道是啥吧 叫资产处置损益 那么土地使用权呢 要公允价9600 减掉它的账面价是6000 这个是多少 这是3600万元 数没有算错呀 这个呢 用3000减掉2400的这个结果是多少 这个结果是600对吧 3600加6的多少 是不是得4200万元 这4200万元作账的话 要把它寄到哪里去呀 要把它寄入资产处置损益的 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这两个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给它冲销掉 如果题目当中给定了它的摊销额 我们做上的时候呢 要带无形资产 要借累计摊销 我们付的这个货币资金呢 带银行存款 我们按照合并成本借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产生的差额寄到资产处置损益 分路就做完了 那后边的资料呢 给定了无形资产的原价 就是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 是9600万元 又给定了质核并发生时的累计摊销额 体现为累计摊销这个账户的余额有多少 要1200万元 我们用它的用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9600 减掉累计摊销的账面余额 我说1200来咱们口算 006减2的4 9减1的8 8400万元 叫做什么 名字 一个资产的账面余额减掉 它背底账户的余额后的差额 是不是叫做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的是8400万元 那我们回头再看这张表格 你看看能不能够对上 中间这点 账面价值 我们土地使用权是6000 专利技术是2400 6000加2400的多少 8400 这不就是它的什么账面价值吗 只不过从账户的角度 它这8400万元的账面价值 体现为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是9600 体现为累计贪销的账面余额是1200万元 它们两个的这个差额叫做什么 叫做账面价值 我讲的这么细 就是照顾基础不好的小白同学 来吧 我们做一下分路 按照合并成本 是不是刚才已经算过了 就是这个表格右下角的这个数字 1亿5000万元 我们要借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把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冲掉 带无形资产账面余额是9600 那我们借累计贪销的账面余额是1200万元 付的货币资金带银行存款2400 产生的差额就把它寄到哪去了 资产处置损移了4200万元 如果单独算 就是我们付出去的那两个无形资产的 供允价和账面价得差额 刚才我们已经算过 这个在这儿吗 4000 接着走 300万元的直接相关费用 借管理费用 带银行存款就结束了 这是这道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下面我们通过一张表格 把与投资有关的费用的快级处理 给各位做一个小结 那么投资呢 有可能通过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 还有可能通过金融资产来核算 就是都放到这里面给大家总结了 那么如果是通过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的话呢 我们又分成形成控股合并与不形成控股合并 那么形成控股合并呢 是对谁的投资 是对子公司的投资 如果说不形成控股合并 我们一般来讲呢 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联营企业 核营企业的投资 那么形成控股合并 其实是站在合并类型的角度 我们又要区分同意控制和什么 和非同意控制 只不过不管是同意控制还是非同意控制 那合并过程当中发生的 评估法律审计资讯等等 直接相关费用都是接到哪里去了 那么都是寄入到管理费用了 这个没有问题呢 如果说没有形成控股合并呢 比如说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直接相关费用作为合理必要支出 是寄入到投资成本的 那接着往下边走 作为对价呀 我们发行的如果是权益性的证券 比如说定向增发资深的普通股 然后取得长头 股份的发行费用 前面说过N4了 充减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那如果我们付的这个对价呢 是发行债务性的证券 比如说发行债券的那个发行费用呢 前面也都讲过了呀 是把它寄入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接着走 如果说投资呢 形成的是债权投资 就是买债务工具 换分到第一类 就是买债券嘛 分到第一类 贪用成本计量的 科目是债权投资 直接相关费用寄到哪里去 寄入到成本 那我们买来的债券 如果分到第二类 通过其他债权投资来核算呢 直接相关费用也是寄到哪里去呢 也是寄入到成本了 我问你啊 大的原则 说把这个费用寄入到投资的成本 那站在作账的角落 是把直接相关费用寄入到哪个明细账了 利息调整 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 下面说都有利息调整这个明细账啊 再来 那如果说股权投资把它确认为 其他 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呢 直接相关费用 也是寄入到该资产的成本 如果说投资是把它寄作交易性金融资产 就是分到第三类了 按照供应加持来寄点 变动寄入到当期损益 那你注意 直接相关费用 或者说交易费用寄到哪去了 是寄入到投资 直接寄入到当期损益了 多选题 二毛二人 假上市公司向集团外 以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期拥有的五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 控股合并 那假为该交易发生中介机构的服务费用 里边包括下边这些 这个选项了 那么在常年的法律顾问C律所的常年法律顾问费之外呢 支付C律所为增发股份 提供格外服务的相关费用大约是20万元 这是约股份发行相关的费用 知不知道进到哪里去 是充减什么 是充减资本公积股本一家 B呢 聘向地律所对被收购的五家子公司提供禁职调查 所谓的禁调 等法律服务费用是大概40万元 这叫与企业合并的什么 直接相关备用 是把它寄入到管理费用这个科目当中去 C 聘向地评估机构 对被收购的五家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 并出于什么 评估报告 评估费用大概是20万元 那这个也是与企业合并的直接相关费用 把它寄作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B呢 聘向F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将来把CPA考下来 专业节奏通过 下一年的综合阶段 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职业会员 是不是就签字权了 到事务所职业 可以当经济警察是吧 我一个同学 就是做事务所做了好多年 审了很多大案要案 他跟我说呀 他说他这些年来看中的不是给多少多少钱 因为他已经不缺钱了 他要的是一种感觉 就是发现那么大 查出那么大的问题 心里倍儿爽 觉得人生活的有价值 你看人家是境界 那么对被收购的五家子公司进行审计 并出具审计报告 对五家子公司的盈利预测 出具审核的一千 那么会计师的费用呢 大概是50万元 这个也是什么 与企业合并的直接相关费用 那么把它记作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再来E呢 并请G 他就是事务所 对新增的股本进行验资 发生的费用 就是与什么 与股份发行相关的费用 是充减资本攻击股本 以下的 F呢 并且H证券公司 作为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 那你说这个费用付的这个顾问费寄到哪里去呢 是寄入到管理费用 还是寄入到资本攻击 是不是就不好说了 因此F这个费用啊 如果说写答案的话呢 只能说不一定 如果是与股份发行相关的 当然要充减资本攻击股本以下了 否则呢 如果是与企业合并的直接相关费用 比如说后面的解析里面也谈了 比如说证券公司提供了什么呀 重大资产重组 是否过程管理交易等等核查服务 应当作为合并的直接相关费用 通过管理费用寄入到当期损益 所以这个就不一定了 那么我们这个题的问题呢 是说费用一定寄入到当期损益的有 那就是这里边的B C D 这样三个选项 这是关于一次交易 取得控制权 非统一控制 下的处理 那么下面第二个小标题呢 是通过多次交易 分布取得股权 最后形成控股合并 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那我们又要区分这样两种情形 第一个呢是远股权投资为金融资产 比如说我第一次买你10%啊 影响程度在重大影响以下 是否落到金融工具准则 那大家知不知道 这10%的股权 是通过什么来核算呢 站在金融资产分类的角度 因为它没法通过SPPI测试 是不是直接落到第三类了 供应价值计量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科目呢 是这哥目 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初始确认的这个10点 把它指定到第二类 通过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核算 这是我们在金融工具这张 已经讲过的内容 所以我在安排基础办课程的时候呢 调整了教材当中的顺序 就是在学习长期股权投资之前 我们得先把金融工具搞定 因为长头的核算 尤其后边核算方法转换部分 跟什么呀 跟金融工具跟金融资产的内容呢 有着密切的联系 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又追加了 比如说10%的股权 达到了60% 是不是就过半数了 一般来讲啊 表决权的比例 表决权的比例 如果过半数 过50%了 往往能够取得他的控制权 所以到这个点 是不是就合并了 那这一点呢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日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假对乙的这个投资啊 我们假对乙的这个投资呢 就是通过两次 我们假对乙的这个控制权 这么说啊 就是通过两次交易取得的 第一次是买了10% 第二次是买了多少 50% 达到60% 那么 在购买日的这个10点 这60%的股权投资 我们要把它确认为什么 长期股权投资 要算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那它的初始成本 如果站在支付对价的角度 是不是包括两笔啊 一笔呢 是原股权投资 就是原10%的价值 还有一笔呢 是追加 或者新投资 50%的价值 对于追加的这50%呢 我们是按照付出对价的什么中间 是不是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来计量呢 这个有正义吗 这个没有正义 那比较头疼的是原来的这10%到底是什么 原来的这10%啊 到底是按照账面价值来计量 还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因为我是正宗啊 课班出身 学会计 研究会计 干会计 教会计 所以我对历史啊 比较了解 在2014年会计改革以前 我们原来的这10%呢 是按照账面价值来计量 后来觉得不太合适啊 所以2014年的那轮会计改革 我们修订了一系列的准则 其中之一呢 是长期股权投资这个准则 就把这块的处理给改了 由原来的账面改为什么 由原来这块的账面价值改成 后来的什么 供允价值 为什么要改 因为按照供允价值来计量更合适 为啥说更合适呢 因为性质变了 我们原来这百 假对比的这10%的股权投资啊 是通过什么来核算 是通过金融资产来核算 那么站在准则的角度 是由哪个准则来规判 22号金融工具确认以计量准则 而合并以后呢 我们持有人家60%股权当中的这10% 通过啥来核算呢 通过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呢 从准则的角度呢 它执行的是2号长期股权投资这个准则 所以跨越准则借下了 既然说跨界了 性质发生改变了 不就相当于是把原来的金融资产给卖掉了吗 收了一笔钱呢 再拿这笔钱呢 把这个股权又买回来了 只不过我们卖掉的是金融资产 买回来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也就是这四个字先卖后买 我们卖的是什么 我们卖的是金融资产 我们买回来的是什么 长期股权投资 既然你把它卖掉了 是按照供应价卖的 又把它买回来 所以我们确认的长头 当然得按照它的什么 供应价值来计量了 因此这种情况下 长头的初始成本是原股权投资 或者说原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加上我们追加投资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 简单的说原供应加上新供应 等到将来我们讲到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了 这个内容有交叉 或者说重复了 因为这是什么问题 我们原来是金融资产 现在改成什么 长头成本法 所以它相当于是金融资产 转换为长头成本法来核算 当我们下来讲 长头核算方法转换 讲到这个点的时候 就不再深入的讲解了 因为在这个位置怎么样 我们已经详细的讲过 来吧 做账 我们按照原工业加新工业 借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由于原来的股权投资 金融资产相当于是把它卖掉了 所以要把它的账面价值给冲销掉 我们代交易性金融资产 代其他权利工具投资 有人说你怎么不写其他债权投资呢 这是股权啊 哥们 其他债权投资是债务工具 我们这是权利工具 来 由此我们产生的差额 这样我们还有一个追加投资是吧 追加投资付的这个对价呢 带银行存款等等 那由此呢 产生的差额呢 是借到哪去啊 那么这个差额如果说单独算的话 相当于是原来的金融资产 供应价格账面价的差额 因为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相当于是把原来的金融资产 按照供应价值呢 给人家卖掉了 那如果原来的金融资产 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话呢 把这个差额记住到投资者以来 如果原来的金融资产 是通过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合算呢 那这边是留存生意 那如果说站在科目的角度 一个叫盈余公积 一个叫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考试的时候注意 同时针对原来的这个 其他决议工具投资啊 在持有期间 确认到其他总额收益 因为现在相当于是把它卖掉了 符合中指确认条件了 要截转到什么 留存生意那边去 一个叫盈余公积 另一个叫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原股权投资呢 是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需要大家对后边的权益法啊 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说依然是假 对你的这个投资行吗 我原来呢 买你30% 具有重大影响 你公司是什么身份 是假的联营企业 我们前面讲过 站在后续计量的角度 要采用权益法 后来我又追加多少啊 比如说40% 达到了70% 这样一个比例的 是个过了半数啊 一般来讲 就取得控制权了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假取得已的这个控制权 是通过两次交易完成的 第一次买了30% 第二次买了40% 大家注意 我们在购买日这个时点呢 要确认70%长头的初始成本 或者说它的账面价值 站在支付对价的角度呢 依然是有两笔 一笔是原30%的价值 还有一笔 是追加40%或新投资的价值 没有争议的是哪一个呢 没有苦恼的是这个呀 因为是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啊 所以我追加的这40%呢 当然要按照付出对价的 供允价值来计量 问题是原来的这30% 到底是账面还是供允呢 当然讲义里边 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 你已经看到答案了 我们选择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选择的是账面 你就是说那它跟我们刚才 第一种情况咋就不一样了呢 我们刚才第一种情况 是原公运加新公运啊 那你为什么这里边是 原账面加上新公运呢 因为性质不一样啊 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是 金融资产转长头成本法 资产的类型发生了改变 跨越准则界限了 而我们正在讲解的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相当是权益法转成本法 我们原来的这30%的名字叫什么 是不是叫长头啊 那现在变成70%的名字还叫什么 是不是还叫长头啊 站在个别报表的角度 听好了 我们现在讲的是个别报表 站在个别报表的角度 资产类型发生改变了吗 没有啊 因为合并取得控制权之前叫长头 取得控制权以后 合并以后还叫长头 从适用准则的角度 个别报表的计量 它都是执行二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既然资产的类型没有发生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认为 把原来的股权给卖掉了 没卖 还在那呢 既然没卖什么价值啊 那没卖的话 它不就是账面价值吗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啊 站在转换的角度 相当于是权益法转成本吧 那长头的账面价值呢 是原账面价值什么 新公运 我们按照这个进行 借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之后呢 两个对价呀 一个呢 是原30%的账面价值给它充了 只不过我们充的这个账面价值呢 原来是采用权益法核算的 它下面有很多明细账 比如说有投资成本啊 有什么损益调整啊 有什么其他综合收益啊 那我们后面通过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追加投资付的这个对价呢 我们带银行存款等等这个分录呢 我们就做出来了 当然后边教材给的例题 他只做了追加投资的这几分录 就是带银行存款借长期股源到总 他没有做借长头 带长头的这个分录 为什么呢 他说借一个长头 带一个长头 抵掉了 相当于是没借没带 但站在实际工作的角度啊 我们还是要这样做的 因为带掉的这个长头 那是权益法下的 他有投资成本损益调整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调整等等 四个明细账 你得给人家冲了 而我们借的这个长头是什么 借的这个长头 借的这个长头 是成本法下的长头 他没有那么多的明细账 提示 原来的30%股权投资 在个别报表上维持他的账面价值 不认为把它卖掉了 那就意味着 之前按照权益法核算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在购买日这个时点 个别报表上要不要结转 我再说一遍啊 我说原来30%的股权啊 是按照权益法核算的 在持有期间 可能确认过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我们后边权益法会讲得非常的详细 那在购买日这个时点个别 注意啊 个别报表的角度 要不要把它截转到投资手里 要不要对它对他们进行截转 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在购买日的这个点上呢 不认为把它卖掉了 就是个别报表的角度啊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认为把原来30%给卖掉 还在企业的手里 既然没卖 那原来的其他综合收益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当然不结转了 我再次讲到 现在讲的是个别报表 等将来讲和平报表又不一样了 知道吗 一点点学吧 那什么时候转呢 等到将来有那么一天 我们假把子公司鱼给它甩掉了 给卖掉了 符合中指确认条件 那个时候再结转 所以呢 在投资将来处置处置处置 处置时呢 结转到投资收益或留存收益 通常的是结转到投资收益 如果其他综合收益 不允许重分类进损益的话呢 那你就结转到留存收益的 OK 原理讲完了 那下面我们做一个题 这个题呢分两种形象 其实讲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是金融资产转成为法 第二种情况呢 是权益法转成为法 我们先来说请求一 说A公司于二毛二一年的三月份 以2000万元 许德币公司 5%的股权 没有重大影响 把它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去变到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核算的科目大家都知道 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二毛二二年的四月一号 A公司又斥资两亿五千万元 自C公司处取得B 就是B的原股东了 另外50%的股权 是不是过了万数啊 那一般来讲取得控制权了 甲铁A在取得B长头以后呢 B这边没有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A只有B原5%股权 于二毛二二年三月底 就是购买合并之前 因为合并购买日是在4月1号 那3月31号就是购买日的前一天呢 它的供应价值呢 是2500万元 到这先暂停 我们最初买5%是花了多少钱 是不是花了两千啊 要借一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代银行存款两千 而到资产负债表示呢 到这个点呢 它的最新供应价值是多少 是2500万元 要2500减掉2000的多少 是不是500万 那么这500万我们要怎么做呢 要借一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要带一个其他综合手艺 这个内容 是我们在金融工具章节 给大家讲过的内容 所以听这张课之前 必须得把什么呀 金融工具学完 包括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固定房贷值等等 都得学完 你才有资格 你才有能力 你才有底气 学长期股权投资 不然的话你会怎么样 你会变体的印象 那么我们调完了以后呢 调完工具价值变动以后呢 在这个点上 原来5%股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不就是变成2500万了吗 OK 第二天4月1号 4月1号呢 我们追加投资 取得控制权 要把投资转换为什么 通过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 相当于是把金融资产给卖掉 那给定了这个点购买日 它的供应价值呢 是2600万元 所以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怎么算 原供应加新供应 那么原供应呢 2600 新供应呢 在哪呢 这呢 25000万元 那么原供全投资 在购买日 4月1号这个点 到供应价 2600 跟原来它的账面价值 它的账面价值 就是上一天 3月31号的供应价 2500 那么2600和2500之间的 这个差额多少 100万元 寄到留存收益 同时呢 我们还要把 原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核算期间 供应价值变动 确证的多少 25000 2500万元的 注意这500万元的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 截转到哪里去啊 截转到留存收益当中去 那都得滚瓜烂熟才行呢 这个内容每年都搞实话告诉你 那么A和C没有关联关系 非同意控制 按照10% 提法定 预约工具 来吧 因为没有关联关系 非同意工具 刚刚说过了 所以 又由于什么呀 资产的类型发生的改变 跨越准则 界限了 所以我们按照原工云加新工云 那就是2600加上 25000万元 这是27600万元了 2.76亿是吗 是不是 2.76亿是的 我们要借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你写出来吧 就是2600这是原工云 2600万加上新工云 2亿5000万元是吧 2亿 5000万元 你看到结果是不是 没错啊 是2亿760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我们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 就是上一个报表式的供云价 2500给冲掉 我们要追加的这2亿5000万元 带银行存款 产生的差额呢 是100万 刚刚我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 这100万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原工云 2600和原账面 2500之间的差额 你写吧 2600减掉 2500的这个差额 那么乘10%呢 带银行攻击是10万 最后这90万呢 寄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 未分配 利润 同时还要把 其他总额收益 有500万元 节转到 盈余攻击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那么盈余攻击是50万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呢 450万元 那情形一 我们就做完 情形二 说A公司 于二亩二亿年的三月份 以一亿两千万元 取得B公司 20%的股权量 怎么样能够施加 重大影响 权益法 说当日 B 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呢 是四个亿 给这个干嘛呀 因为我们确定完了 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以后呢 要做一个比较 要拿初始投资成本 跟投资时点 享有被投资方 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的份额 决意下高低 如果比它大 花钱花多了 正上运不调 如果比对小 花钱花少了 作为负上运 要确认 赢月外收入 这个原理 后边权益法的那一部分 我正式讲解 那么我们比一下啊 要四个亿呢 乘百分之二十的多少 要四个亿乘百分之二十呢 是八千万元 而我们给它多少钱 给它一亿两千万 给钱给多了 正上运 就不用调初始投资成本了 再来当年度对比 确认的投资收益呢 是四百五十万元 那按照权益法的思想呢 这四百五十我们怎么做呀 我们要借一个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代投资收益呢 是四百五十万元 那么这个分路 上面这个分路呢 是初始计量的 是花了一亿两千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这是明细账 代银行存款 而我们这四百五十呢 是寄做损益调整这个明细账 这几个明细账 后边权益法的时候呢 我们再详细的解释 来B公司 除了净利润以外呢 没有其他权益的变动 我们按照净利润百分之十 提法定因攻击 那么A公司对这个投资呢 没有提任何的减值准备啊 那就意味着他的账面余额 跟他的账面价值呢 是一样的 二毛二二年的四月 当然到什么时候呢 到这个当年的年底呀 权益法调完了以后 我们能够算出来 原长期股权投资的什么 原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多少 这个呢是一万两千 加上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是四百五十 这个结果是一二四五零 万元注意 这一交二四五零呢 就是所谓的原账面了 那二毛二二年四月份呢 所以公司又赤资一亿五千万元 自C取得币 就是币的原股东 另外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达到百分之五十 那取得了对币的控制权 其他资料呢 同上 这叫什么呀 这叫权益法转成本法 那么我们原来百分之二十 加上追加百分之三十 一共的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长投 那账面价值怎么算呢 原账面加新公盈 原账面刚刚已经算过的是 一二四五零 新公盈呢 是多少钱 新公盈呢 是一亿五千万元 他们两个的合呢 就是购买日这十年 百分之五十 或者说我们持有的 全部投资的账面价值 来吧 那二毛二二年四月份 第二次投资 我们追加的这一亿五千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银行存款 同时把原来权益法下 长投的投资成本和损益调整 这两个明细账的余额呢 给冲掉 一个呢是一亿两千万元 一个呢是四百五十万元 加起来呢是多少是一亿两千四百五十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 注意我们教材呀 没有做这笔分落 因为它站在总账的角度 你借长投带长投 现在是没借没带 那我把它补充进来了 便于大家的理解 因为我们代掉的这个长投呢 是什么 代掉的这个长投是 权益法下的长投 而我们借的这个长投呢 是什么 是成本法下的长投 它毕竟不一样 那我们购买日 对比全部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一万元二加上四百五 这是圆什么 这是圆上面 加上一万五呢 这是什么 这是新公云 最终的结果是二七四五两万元 那这个题的第二种情形呢 我也给大家讲完了 OK 到这儿的话 我们就把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形成的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计量的全部内容 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